Hello 大家好 我是猫某冰 今天这期网游室我们继续聊几款2008年公测的网游 这几款游戏其实在群星闪耀的2008年并不怎么鲜艳 但每个游戏背后的故事却都颇为有趣 耐心看完你会有很多收获 2008年3月31日 由完美世界研发的舞蹈类网游热舞派对正式公测 在那个年代受到九游进舞团大热的启发 很多国内企业都尝试代理或开发过舞蹈类游戏 比如蜗牛的舞街区 韩广软件开发 上河互动代理的进舞世界 台湾星象电子开发的唯武独孙online 光语游戏的炫舞吧 九游自己研发用来和进舞团左右互搏的超级舞者等等 当然从后知后觉的角度看 我们都知道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杀 笑到最后的其实是永航科技开发腾讯代理的QQ炫舞 关于QQ炫舞我也曾单独做过一期网游时讨论 今天就不展开了 但是在QQ炫舞公厂之前被九游视为最大对手的 其实是完美世界开发的这一款热舞派对 当时的完美世界正处于上升期 推出的前四款网游 完美世界 武林外传 朱仙和赤币上市后都成了爆款 因此九游对于这个来势兴兴的对手 那真是丝毫不敢怠慢 在热舞派对公厂的同一天 搞了个登陆活动 只要在3月31号到4月6号连续登陆 就可以获得免费套装 并概率获得商城1.8折券 呃 1.8折 这个数字怎么有点熟悉啊 前所未有的低折扣与七天登陆的活动要求 很明显就是要拉低热舞派对的新增 与七日留存数据 手段不可谓不独辣 这种被针对的感觉让完美明显非常不爽 于是热舞项目组在忍气吞声了几天后 突然宣布要公布一个改变网游运营格局的消息 4月9日完美宣布了热舞派对的零点计划 即关闭热舞的付费功能 就是不卖点卡也不卖道具 转为免费游戏在公测前几天称过值的玩家 可以直接在官网上申请退款 甚至还打出了什么收你一分钱赔你一百万 五兆跳钱不要的壮烈口号 这一番操作着实有点惊人啊 不仅打得久游一脸懵逼 连不少同行也议论纷纷 搞不清楚完美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翻看当时的业界评论 有说完美是想搞平台战略 把玩家骗到自家其他短油中消费的 也有说完美是想往游戏内植入广告盈利的 时过境前我们已经无法得知 当时热舞全面免费的最初目的究竟为何 不过从产品性质来反推 五岛类网游本来就是大用户数 低平均付费的产品 由于不存在什么绝对的技术壁垒 作为后来者的完美 在产品品质没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靠纯免费来吸引用户加入 其实是个不错的战略 五岛类音游拼到最后就是拼社交 谁的用户数大谁就能笑到最后 至于如何变现反而不用太其余考虑 事实上就算热舞真的完全免费了 也没有出现大批竞舞团玩家 退坑换游的情况 毕竟社交圈子没有受到动摇 能够被热舞吸引的 是那些对于这种玩法感兴趣的路人用户 和酒油的较量与嘴杖 多少有点碰瓷营销炒热度的意思 当时热舞还有一个宣传方面的槽点 就是标榜自己是 全球首款非主流舞蹈网游 说实话非主流这个词 哪怕在当年也算不得什么正面词汇 实在是有点要强行给自己加戏的感觉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五月下旬QQ炫舞公策 直接凭借社交便利的优势 后来居上 这就让热舞派对直接傻了眼 这下好了 不仅扩用户量的计划彻底失败 连钱也没挣着 这项目组总不能喝西北风吧 于是在08年9月 在更新了一个版本后 项目组给游戏装模作样的 改了个梦幻舞厅的名字 然后开启了商城收费 而且道具并不比进舞团便宜 这下直接把所有还在游戏的玩家 通通得罪了 玩家们在游戏内的世界频道疯狂刷屏 指责官方不守承诺 完美也干脆装死 不回应不表态 并在官方论坛不断封禁言辞激烈的玩家 什么冲一分赔一百万 自然也就成为了一个大笑话 试想 如果今天哪家企业敢干出这种事 怕不是要吃玩家一套抗议举报起诉三连 然而在当年 大家也就骂一阵就过去了 不得不感叹 那个年代玩家的话语权是真的低 但这件事 也的确给完美造成了巨大的信誉伤害 自此之后 无论是爆款数量还是用户口碑 都出现了明显下滑 总体而言 还是血亏 值得一提的是 热武派对其实也没有在这场风波后光速死亡 之后的两三年中 它都还算得上相对热门的舞蹈类网游 到现在也没有停伏 只不过玩家数已经屈指可数了 不过冲着这一波骗用户的骚操作 我觉得还是应该把这个项目放入网游史编试一番的 208年6月6日 由广州网游数码开发 渡口网络代理的天宇传奇公厕 这款游戏本身可以讲的真不算多 就是一款非常常规的2D即时战斗Q版网游 但是有大化细球系列的宠物养成系统 而且这款游戏作为网游数码公司的第二款游戏 和第一款大化战国在玩法上差别也不大 仅仅是故事背景做了替换 我之所以提到这款游戏 是因为他的开发商和代理商都很有故事 先说网游数码这家企业吧 他的创始人梁宇传曾经在2000年时 和另外两名伙伴吴锡桑与陈仲文 一起创办了天下科技 并制作了大陆第一款自主研发的图形网游戏 天下一 随后公司被网游收购成为了禁军网游的起点 在收购后 梁宇传并没有像吴锡桑那样拿钱离开 而是主导开发完成了大化细球一 当然我们都知道 大化一因为种种技术问题很快就失败了 而在涅槃重生的大化二问世前 梁宇传却离开了网游 当时曾有不少人说 梁宇传的离开是替大化一背锅 但根据后来梁宇传自己在采访中的说法 离职的真实原因是 在创办天下前 他已经成功申请了加拿大的永久居民资格 而加拿大有一个拿到永久居民资格后 5年内必须在境内住满2年的规定 也就是所谓的移民间 再加上网游当时深陷财务造假们几乎就要退市 所以他在权衡之下 最终选择了先回加拿大拿资格再说 然而这一下 他反而错过了网易游戏发展的黄金期 看到老下属们靠着自己留下的东西越做越大 梁宇传又感到有些手痒 于是回国与天下时代就曾追随过他的一些老下属 创办了网游数码 并尝试开发了及时制的2D网游 大化战国 交给了旗下有着猫扑网的千项网络负责代理 然而因为千项网络在此之前就没有什么网游运营经验 所以大化战国上线后很快就折了 梁宇传觉得不甘心 后来又找了之前我们网游史提到过的 由上海玉璧出身的叶伟开的公司去位第一 将游戏改名为永气昂赖运营 但很快去位第一就因资方SKT撤资倒了 在之后接盘永气昂赖的盛星网络也没能坚持多久 总而言之就是 网游数码这家企业 本身的研发实力高低且不说 但却在找代理商方面 实在有点找一个客一个的感觉 那么天宇传奇的代理方渡口网络又是何方神圣呢 这家企业可有的说了 她的创始人金金曾经蝉联过几年的大学生创业富豪排行榜 不过大家也别急着赞叹 金金其实是一个标准的富二代创业者 05年时 尚在浙江理工大学就读的金金 从自己的父亲金柏林手中拿到了千万级的投资 创办了渡口网络 有了这样的家庭背景 金金从小就有机会接触电子游戏 并成为了狂热的游戏爱好者 这虽然影响到了她的学业成绩 却也为她在游戏领域的创业埋下了伏笔 上大学后 金金曾在游戏中做商人倒买倒卖 用5000块本金挣到了100万 看到了儿子潜力的金柏林 于是给了她一笔不菲的创业金 帮她开了渡口网络这家公司 渡口网络最知名的产品 是一款名为天机online的3D网游 这游戏也曾被很多玩家寄予厚望 然而在正式面试后 却因为职业单一 升级缓慢的槽点被市场快速遗忘 后来游戏还改名为魔神争霸 蹭着魔手争霸营销了一段时间 整体上品质和完成度都不够好 渡口网络后来陆续代理自研过不少产品 比如从网游数码这里代理的天语传奇 龙之大罗 从大鱼手中代理的天之痕online 从韩国签下的KO糖 石器世界 自研的神将 火力风暴等 相信大家对这些名字一定相当陌生 可以说渡口网络几乎没有诞生过什么爆款 大部分产品都是公测集成绩 反倒是在10年时 金金动用自家房地产公司 在杭州滨江区为渡口网络盖的一栋办公楼 渡口大厦 由于日后杭州地价飞涨 成为了一笔大赚的投资 记得当时有不少媒体 曾连天累读的吹过金金的创业经历 诸如23岁绍兴小伙子上演创富神话 休学两年创造11元财富 连马云第二的头衔都被扣到了他的身上 然而事实是 虽然杭州网络的确拿下了不少游戏的运营权 但从来没有哪一款游戏真正达到过 哪怕是二线网游的用户量级和收入水平 虽然公司估值10亿 但盈利状况却从来没有匹配过他10亿的估值 况且由于公司的成立 完全是基于金金艺人的兴趣 那么当他的兴趣转移 或者是家族企业经营状况不够好的时候 公司也会受到牵连 11年时 金金就宣布不再担任杭州的总裁 渡口的高调扩张也正式结束 2015年渡口拿了热门电视剧《云中歌》的改编权 做了一款手游 当时股票市场热捧引游联动的概念 所以暴风科技曾经考虑过花10亿 收购渡渡口的研发子公司力动科技 再花10亿 入股无气龙 刘诗诗夫妇的稻草雄影业 来打造一个引游联动商业链 然而却因为估值和公司盈利能力的严重不匹配 被证监会叫停了收购 在那之后 渡口网络再无太大起色 而我们可怜的天宇传奇和网游数码 也再次没了代理商 直到19年 才又有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企业 把网游数码的几款游戏 勇者传说 天宇传奇 大话战国等 又翻出来重新代理 而梁宇冲和网游数码的老团队 早已不知去向 客观来说 网游数码无论是产品竞争力 亦或是找代理的眼光 都存在问题 单靠梁宇冲不断以大话之父的头衔 四处刷脸要资源 确实不足以让公司 在不进则退的网游市场上立足 2008年7月 由游戏橘子和韩国GNiSoft 联合开发的横板射击类网游 弹头骑兵正式公司 游戏橘子这个名字 可能不少大陆年轻玩家 并不怎么熟悉 它是老端游时代 台湾地区最成功的运营商 几乎占据了台服代理游戏的 大半笔奖身 天堂一 冒险岛 跑跑海灵车 CS Online 龙之谷 DNF 无尽的任务 梦幻之星Online 梦幻竹仙等等产品的台服运营 都由它负责 这家企业成功的秘诀有两点 第一是与韩国开发商的关系极为紧密 把几乎所有热门网游都紧紧攥在手上 第二则是掌握着电视和杂志 两个传统发行渠道 亚洲电玩节目和GameMinute杂志 在港台地区的影响力非凡 因此在早年间 做港台市场网游宣发时 可谓是如鱼得水 在台湾地区获得巨大商业成功后 游戏橘子便考虑进入潜力更大的大陆市场 早在02年 游戏橘子就在北京成立了分布 并代理引进了一款3D游戏 混乱冒险 但由于政策问题一直拿不到版号 免费测了几个月就不了了之 另外 台湾地区发家的游戏橘子 显然不太适应大陆这边的市场环境 据一位前游戏橘子员工回忆 那时公司的管理层思维 还停留在通过电视节目和杂志广告做宣传 对网吧宣传等更接地气的宣传手段 缺乏了解 准备的市场预算也少得可怜 根本无法和大陆其他同行相比 反倒是在办公场所 员工薪酬等方面 比较舍得投入 北京的总部 直接设立在界外SOHO这种CBD写字楼 游戏橘子在大陆 其实也陆续发行过不少产品 比如号称是大陆第一款免费游戏的巨伤 无尽的任务2等等 然而巨伤死于泛滥的外挂 无尽的任务2则因为题材和配置需求过高等问题 上线就暴死 这一系列的失败也使得游戏橘子心灰意冷 把总部迁到上海 并裁撤了大批北京的员工 当然游戏橘子也不仅仅是在大陆市场败退 它的韩国分公司 日本分公司也都没有取得理想中的成绩 只能算是一个台湾地区的地头石而已 2008年国服弹头骑兵公测时 游戏橘子压根没上线 因为这款产品在韩服其实死得非常快 07年底韩服公测 08年底就没什么玩家玩了 其实从玩法层面上来说 弹头骑兵在当年还算有新意 快节奏的横板设计打起来颇为爽快 闪避时的无地震让游戏的技术含量很高 武器种类丰富 PVP战术性很强 但问题就是 这游戏真的有点太硬核了 子弹速度非常快 而且经常要在视剧外凭经验盲射敌人 玩起来比3DFPS还要累 而且游戏在付费方面也做得不算良心 付费枪付费甲的数值显然高于金币枪 PVE也有脚本刷金币的情况 导致整个游戏的生态并不够健康 再加上游戏橘子宣发能力的不足 使得这款游戏始终没能进入主流玩家的视野 哦对 这个游戏当年还故意喊出了一个擦边球宣传语 叫射出你的激情 还整过一个美女开房等你来的海报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大街上的神秘小卡片呢 显然这样的小手段只能给游戏徒增恶名而已 这款游戏的代理权随着用户量萎缩多次一手 而且每换一波代理就要割一茬韭菜 现如今虽然服务器还在 但玩家数已然非常少了 游戏橘子虽然在一年左右曾宣布重返大陆市场 但主打作剑雨再次遭遇失败 12年游戏橘子后院起火 险些被Nexus恶意收购 一番折腾后游戏橘子开始了全面收缩 大陆市场被基本放弃 甚至其本身在台湾地区的业务也进展的不顺利 连DNF龙之谷这样的项目都没能做好 外加来自东南亚的强敌 静石通格瑞娜拿下了英雄联盟的代理权 其第一台湾运营商之名也以旁落 游戏橘子的没落 正是韩国网游和传统游戏媒体宣传方式 没落的一个缩影 今天咱们聊的这三款游戏 其实从商业成绩上来说都有些乏善可撑 但是每一款游戏背后的故事 却都折射出了那个端游风起云涌时代的一个侧面 只有仔细解剖这些失败者 才能让我们更全面的理解网游市场的变迁与发展 希望大家也能喜欢这样对不那么热门游戏的探究节目 请大家多多三连支持 下期网游史可能是19年游戏公司财报解读 也有可能继续推进时间线 点赞越多更新越快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